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師 前陣子有同學給我的一份 這個叫全國奧林匹克數學競賽 第47屆的 然後它是高中組的培訓題 來高二的部分 那所以如果你現在是高二的同學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奧林匹克 不是奧林匹亞 所以奧林匹克它的東西沒有到很難 就是一些課本的類型的題型要熟練 對就是它是考課內的東西要熟練 所以我這邊蠻多題 它一共是第一節會有15題 然後第二節我看一下 第二節會有5題 那這個部分呢 我盡量可以分成 看可能分成兩次上課 一共20題嘛 兩次的影片我們把它講完 這邊我的速度會帶得很快 因為我們影片不要太長 所以讓各位同學稍微了解一下 它的培訓題 其實都跟課本有關 那也是希望各位同學針對這一塊 你在模擬考的時候呢 你在看到高的東西的時候 你要馬上迅速的去反應出來 好不好 所以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來這是第一題囉 開始囉開始囉 來它說叫做根號的 哎呦 出師不利 來這個叫做41 來我的題目都有在那個屏幕上面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可能沒有很清楚 但是我會把它寫在上面 再重新看一次 41再加上12根號5 它的整數部分為a 小數部分為b 它問你的是a加上b分之1 會等你多少 來各位同學 碰到這種題目 我們就直接使用到所謂的 雙重根號 對沒錯 來雙重根號 你還記得嗎 前面的部分 來這裡是41 再加上兩倍的 欸這個12 我們是可以分成2乘6 來這邊直接寫成36乘5 好然後寫完的時候呢 我的舊生都知道 那一首熟悉的旋律 這個叫我家門前有消和 然後後面有消雞 後面養小雞 來哪兩個數相加是41 相乘是36乘5 來來來來來 那有36加5啊 那就是36 再加上根號5 所以它就是6加根號5 來這個東西我們可以經由預判去預判出來 根號5是不是2點多 所以它說它的整數部分是a 所以a就是8 那它的小數部分呢 小數部分就會等於原本的數 對不對 扣掉整數的部分 就會是我小數的部分囉 OK 來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個答案就會等於 來這個就直接寫了 8 再加上來這個叫做 喔它是倒數喔 根號5減2分之1 它會等於8再加上 來各位同學你還記得這個怎麼做嗎 上下同時乘上根號5加2 變成5減4四變1 那上面變成根號5加2 所以答案就是10再加上根號5 好沒錯這就是第一題的答案 好咩好咩 好咩 來所以如果變成題的話 我們看到是第二題 數數數數數 它現在告訴你 這個叫做 x的平方 會等於2的 負的 x 帶上絕對值 它告訴你有多少個 十根 各位同學 當你只要看到所謂的十根個數 當你只要看到所謂的十根個數 要求的就是啥子咧 要求的就是焦點個數 要求的就是所謂的焦點個數 懂嗎 所以老師要畫圖形 對對對 畫圖形 會等於y等於x平方和它 好來這個我稍微處理一下 這個叫做y等於x平方和y等於 2的負的x帶上絕對值 我寫成2分之1倍的x帶上絕對值四方 這樣可以嗎 來下面這個比較麻煩 首先你要記得 x帶上絕對值的時候 圖形會對稱 y軸 看你對於之前的東西熟不熟 x帶上絕對值圖形 對稱y軸 來所以你的圖形可以怎麼跑 你的圖形可以是這樣子 看好了 對稱y軸 所以我們先假設前面是正的 我們先畫一個y等於 這個叫做來2分之1的x次方 如果我們今天假設x為正的情況下 此時我們是只要取這一段就可以了 這一點我也稍微把它標記一下 這一點叫做01 來記入帶上絕對值圖形 x帶上絕對值圖形對稱y軸 以y軸為對稱軸 圖形這樣喵 會變這樣子 來那y等x平方叫什麼線 叫做拋物線 拋物線簡單畫一下 我們畫這一小段就好了 各位同學你有沒有發現 圖形的焦點代表了即是方程式的石根 所以有兩個焦點 叫做兩個石根 有兩個焦點 叫做兩個石根 以上 這個是第二題 來第三題我們來看一下 從一副52張的撲克牌取出5張 則5張成為數字3童2童 就是4號史 就是虎樓啦 的機率為何 來各位同學 這個分5直接開槽啦 分5是誰 分5就是52取5嘛 對啊就是52取5嘛 分子咧 你要記住齁 我們在決定這種 撲克牌 先決定點數 再決定花色 然後呢 張數相同一起取 張數不同分開取 現在人家是兩張 兩張一樣的三張一樣的 所以張數不同分開取 所以先從13個點數當中 挑一個點數 再從剩下的12個點數當中 再挑一個點數 這叫點數 OK 然後呢 再決定花色 花色 怎麼決定 先挑了這個點數 它可能要三個 那就是先從4花當中 4種花色嘛 挑3種花色 剩下這個咧 就要從4種花色 因為它只要兩張嘛 兩種花色 你答對了嗎 OK 這邊答案就是 我這邊答案直接給你齁 這個叫4165分之5 OK 以上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三題 好嗎 跟著上我的速度齁 來 所以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趕快看一下第四題的部分 我們趕快看一下第四題的部分 來 第四題告訴我什麼事情呢 它說包含一條直線 而且過一點的平面方程式 來 這一條直線是誰 這一條直線叫做L 來 它叫做x-1比上4 這個叫做y-2比上5 這個叫做z-3比上6 然後還有一點叫做A點 叫做10-1 來 像這種題目齁 你就不需要 不需要什麼東西 不需要把圖畫得這麼小 你可以畫大一點點 OK 它說現在有一條直線 然後還有一點 這個叫A點 這個叫10-1 來 各位同學 你有直線你有什麼東西 來第一個直線 下面就是它的寶貝兒 叫做方向向樣 沒錯 這個就是我的方向向量 唉唷 這個要寫很快的情況下 都會分鼻一直斷 所以每次寫很快的情況下 那到時候下面都是分鼻 都斷掉了分鼻 來 那上面還會教一點哪一理 令它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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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解這一點 這個叫1 2 3 好啦我叫到B一點好了 來各位同學 我們要平面 我們一定要有法向量 嘿老師我只有方向向量 沒關係啊 你兩個方向向量 可以做什麼動作 你是不是可以做一個外積 對 沒錯 我可以外積出一組 特定的公垂向量 跟它垂直 也跟它垂直 那這一個公垂向量 我們就可以當成我們的法向來使用 來所以各位同學 來第二個向量叫什麼 第二個向量叫做BA 來後撿錢 後撿錢 後撿錢 來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把這個東西 BA close BA去 close 方向向量 來 這個叫做BA去 close 來這個叫做方向向量 來 行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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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怎麼做嗎 直接畫一個理想的愛心就好囉 來 BA是誰 BA在這裡 所以愛心 愛心 愛心 這個叫負二 負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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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負二 來繼續幫我畫愛心 繼續幫我畫愛心 來這個叫五六 六四四五 這個叫五六 這個是六四 這個是四五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 取正取負嘛 這邊是負十二 這邊是加二十 這邊這邊是八 來這裡是負的十六 來這裡多少 正八 好我們不習慣用這個啦 我們讓它平行一下 變成一 負二 一 我們就把這個當成法向量 所以各位同學到最後講完 係數 就是 法向量 所以叫做 X-2Y 再加Z 我們帶哪一點 其實帶A點跟B點都沒關係 帶A點 叫做 10-1 OK 好 所以就是這一張平面方程式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範例四 所以在解決這種問題的時候 你會發現 老師 考這些題目的時候 好像很多都是課本 而且 其實都是蠻重要的題目 所以我覺得這種奧利P 其實蠻不錯的啦 都是一些課本算是蠻重要的題目 所以你有機會去參與的話 我覺得也其實蠻好的 來第五題 來他告訴我 這個叫做 F-A-C-T-O-R-I-N-G當中 取所有的字母 各全取排成一列 他說 子音保持順序 欸子音是誰 母音是A-E-I-O-U嘛 對不對 子音是不是 腿 ระ 這邊子音保持順序 子音保持順序 那母音需不需要保持順序 母音就不用保持順序 來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叫保序問題 我們叫保序問題 保序者 麻煩你當成空椅子 這個 這個當成6張空椅子 4 5 6 來還有誰 A 還有誰O 還有I 先排 排完的時候呢 再把F C T R NG 再塞進去那個洞洞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來各位同學告訴我 1 2 3 4 5 6 7 8 9 所以答案叫做9接 其中幾個不用排 6個不用排 叫6接 乘上 F塞哪裡 不用看啊 F一定塞這裡 C塞哪裡 C一定塞這裡 然後再T塞這裡 R在這裡 N在這裡 G在這裡 換句話說 如果今天這些框框跟AOI去排 譬如說我排成 框框 框框 這個是O 這裡是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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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A 這裡是I 這裡是框框 那你放心 子音一陣保持順序 這個叫F C T R NG 也就是說這6個子音是不用排的 所以 那個剩下的子音丟進去只有一種可能性 所以9接除以6接多少 叫做9乘8乘7 98多少 72乘上7 對不對 724 504 所以這邊搞定第五題 剛剛看了一下 我剛剛解的五題 時間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一支影片不要拉得太長 這樣的話各位同學可能會有觀看上會有疲勞的部分 那沒有關係 那老師會把剩下的題目 我們在一直在拍影片 一直這樣子持續的快速解下去 讓空學可以在一支影片內學到非常非常多的觀念 OK 那像這種叫做奧林批克數學競賽 不是奧林批克數學競賽的培訓題 我其實覺得對各位同學在針對這個高一高二 你們考試的部分的一些範圍了解 我覺得真的是蠻有效益的 OK 因為很多都是考課內的東西 對啊 那也不會去考太多太刁的東西 也不是說看到題目 我就寫不出來了 其實不會有這種部分 那各位同學 如果學校有這種類似的比賽 我也覺得你可以多多參與 如果你對數學非常有興趣 或者將來想要念理工科的同學 一定都很棒喔 好不好 我們的今天課程就到這邊結束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留言訂閱分享 想買我的現場課程 想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下方資訊欄都有連結囉 我是李翔 有問題我們可以來討論吧 掰掰